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Ey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科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资源回收变新衣 阿斯克 看了挖黄金的辛苦过程 你信不信 垃圾也能变黄金哦 真的 是变魔术吗 赶快教我 别激动了 是把资源回收的垃圾再利用 做成衣服来卖 就跟黄金一样值钱 啊 原来是这样啊 让垃圾变黄金 对我们地球很好 比拥有黄金更珍贵 你看 这里有好多的毛毯 手提袋和衣服 嗯 都好新 好可爱哦 这些东西看起来 只是一般的日常用品 不过 它们都是利用回收的资源 制作而成的环保商品 真看不出来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啊 嘿嘿 想要知道其中的秘密吗 你先猜猜看 这些东西的原料是什么 是 一 旧衣服 二 宝特瓶 还是 三 旧报纸呢 大家一起陪阿斯克想想看吧 我猜 我猜 是宝特瓶 Bingo 答对了 这些毯子和衣服的原料 都是用人们用完不要的宝特瓶做的 宝特瓶变衣服 简直跟变魔术一样 没错 垃圾里的瓶瓶罐罐 先回收到回收厂 仔细分类 把宝特瓶挑选出来 再除去瓶盖 瓶环等等 不能利用的部分 彩匾整理好之后 才能送到工厂加工 制作成再生原料 原来宝特瓶 需要经过这么多道手续整理啊 是啊 原料一定要整理好 不能马马虎虎 制作出来的各种用品 品质才会好啊 嗯 接下来 宝特瓶进入工厂以后 还有许多步骤哦 像是先清洗干净 去除标签 再用机器切碎 融化 做成一颗颗的塑胶粒 称为锯纸粒 我看到了 在那边 放在玻璃瓶里 一粒一粒的 好可爱 把这些塑胶粒融化之后 可以拉长 变成细细长长的纱线 就像毛线一样 可以织成布料 做成各式各样美丽的衣服 哇 垃圾真的变黄金 太棒了 来 阿斯克 你穿上这件衣服 猜猜看 它是几个宝特瓶做成的 嗯 一百个 少一点 八十个 再少一点 七十五 答案是 二十二 二十二个宝特瓶 就能做一件衣服 一点都没错 所以 人们应该 减少使用宝特瓶 或是 回收资源再利用 这样可爱的地球环境 才能受到保护 你了解了吗 了解 虽然 异次元 才是我的家乡 但是地球这么可爱 我一定也要 好好的保护它 嗯 阿斯克越来越有 环保概念咯 是你教的好啦 哈哈哈哈